快讯,孙安佐罪名多加一条律师遇罪大难关。他处理冷截,确保定罪遣返。 孙安佐在美国因向同学开了一场扫车校园玩笑被警方逮捕。 一开始孙安佐与迪英等人都声称只有子弹没有拥枪。 没想到之后警方发现孙安佐的后母妈替他藏匿枪支给1600发子弹。 迪英与孙鹏只好花大钱请了二名五星级律师赴美就此,之前资深律师邱章曾出面讲迪英我赢了。 但美景不认反说劝他认罪协商,才不会被关太久。 根据报道,孙安佐的案情一直都在变动,虽然迪英请了二名强大律师。 但是现在碰到了最大难关是对手检察官背景相当强大,不可小看。 该名检察官拥有30年的经验,一上任时就宣布会着手打击枪支犯罪,因此对于孙安佐事件更不可能放过。 根据宾州法院最新公告,孙安佐的罪除了有恐吓威胁外,罪名还多增加一条持有犯罪工具。 原本孙安佐的案件是要在4月11日开庭审判,但突然喊卡严到25日。 原本迪英的律师要开记者会说明,但最后已无法预见的情况取消。 知名律师邱章则出面表示这一条通常都会加的,因检方要确保能将它定罪。 但因前一条恐吓攻击已够大,预计加这条只是要能够定罪将孙安佐遣返。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 目前法院公告上也显示25日孙安佐事件预审庭公告,将在上午8点30分举行,孙安佐最后的定罪会是如何都还无法确定。 目前都是由律师透过经验做推算,真正情况可能的等到25日预审确定后才能确定。 而狄英也传去给朋友透露一切安好,有律师再别担心,大概会在美国陪儿子一段时间掌握最新状况。 也让不少网友说孙安佐也为一句话付出代价,这真的是人生最大教训。 哎,要全身而退感觉很困难,相信孙安佐也学到了教训。 申请上宾州天普大学犯罪学系,该学校是美国第五大城宾州科系最齐全的大学。 除了在全美排名115名,犯罪学系排名更高达11名,不过该科系却查不到孙安佐的入学资料。 据悉是法院更新的最新案卷中,罪名多了持有犯罪工具罪名缩到纸,但也有一说是涉及刑事案件,已被取消入学资格。 麽或者转发。 啊,好好看。 呢? 学生。